今天为大家带来悬疑故事新房,丹妮形容自己是一个属于的女孩,因为鱼只有一个新房,所以她一次只能爱一个人。 接着画面闪过一些男生的镜头,丹妮一边回忆一边描述着自己的另一半,男友对丹妮十分体贴,各种节日还会为她准备惊喜,听起来似乎她的朋友们还挺羡慕她的。 其实丹妮对男友没什么要求,只要她努力勤奋就可以了,两个人在一起开心就够了,说着丹妮露出了幸福的微笑,但接着话锋一转,丹妮透露出自己和男友分手了,而且是和平分手的。 虽然分手了,但丹妮还是十分感激曾经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,既然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过去,她想开始一段新的恋情,寻找一个真正的可以同甘共苦的人,不需要对方有多优秀,只要有一颗真诚的心足够爱她就够了。 到这里呢,丹妮的复述差不多就结束了,但是我们从画面里可以看到很多的细节,画面里不只有一个男生的出现,而且每一个都和拍摄视频的人有甜蜜的互动,可以得出男生和拍视频的人是亲密的关系。 难道说这些人都是丹妮交往过的对象吗?这里呢,我不大认同这个观点。 丹妮在片头说过,她只有一个心房,只会爱一个人,强调了自己是一个长情且专一的人,不可能和这么多对象在交往。 并且这些镜头从始至终都没有一个丹妮和男生的同框,所以这些男生的视频很可能不是丹妮拍的,也就是说呢,他们并不一定是丹妮的男友。 另外在片尾还出现了一个女生,从这个片段可以看出有三个人在一起出游,这三个人呢,分别是这个女生丹妮以及一个男生。 那么可以推测出,这个女生和丹妮一定是很亲密的关系,所以才会一起出游。 而奇怪的是,她和丹妮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,那么为什么丹妮要模仿这个女生呢? 这里有两个猜测,一个是丹妮实际上喜欢这个女生,而男生呢,其实都是女生的交往对象。 因为这些视频被丹妮发现两人之间产生裂痕,而丹妮呢,自己又有感情洁癖,所以她接受不了自己喜欢的是一个烂情的人,最终忍无可忍将对方杀掉。 那么这里需要解释一下,为什么说丹妮杀了她呢? 因为最后丹妮戴上了沾血的帽子,在结合之前她说的一句话。 这里的两条道路是什么意思呢?并不是表面上的分道扬镳,实际上应该是生死两条不同的路。 另外一个猜测是女生只是丹妮的闺蜜,因为闺蜜很羡慕丹妮有个这么好的男友,于是插足了丹妮和男友的感情,最后被丹妮发现将她给杀了。 既然男友喜欢这种打扮,那她就模仿成闺蜜的样子。 这里个人比较赞同第二种猜测,因为丹妮在一开始描述的时候,就已经阐述了自己的另外一半是一个男孩子。 所以呢,不可能喜欢这个女生,应该和女生只是单纯的闺蜜关系。 而且仔细看这些片段,会发现在这些男生当中,只有一个人出现了两次,那就是最后一段和丹妮以及闺蜜一起出镜的男生。 两次镜头分别在片头和片尾,算是首尾呼应了。 所以这个男生呢,应该就是丹妮口中的男友。 男友喜欢上了闺蜜,但丹妮知道闺蜜并不是一个专一的人,而她呢,也因为被背叛产生愤怒,最后采用了最极端的办法报复两人。 以上呢,是基于片段细节的一些推理,如果有不同意见的小伙伴,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。 好,那么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再见。